我们在逛街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到这样一群人 一个身材高挑 长相甜美的小姐姐 腿上穿着丝旺 身上穿着外卖服 进出高档小区 他们一天之中 往往只送几单外卖 一单就要送一两个小时 然而他们的收入 一个月下来就好几万 远超其他累死累活的 送外卖之人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外卖员 他们是打着送外卖的名义 进行着某种特别交易的人 就是俗称的外卖院 这些跑外卖的基本都是 年轻漂亮的女孩 身材和长相都是很好的 他们白天就做网络主播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 擦边秀身材 一到傍晚的时候 当大多数人下班回家时 他们就利用网络上的社交平台 打着交友的名义进行交易 在各大楼层进进出出的 而且他们送一单的价格 顶普通外卖员的一百多倍 当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时 他会告诉你踏实生活所迫 他有一个上不起大学的弟弟 要给他挣点学费 还有一个生病的母亲 需要高傲的医疗费用 总之他们都很凄惨的理由 刚开始他们的理由 可能还让人同情 但是随着后面尝到了甜头 发现这两来钱是如此的快 他们会越来越舍不得这个职业了 于是他们开始堕落沉沦 最终就是侮辱歧途 这种行为终究是违法的 只希望他们早点回头是 踏踏实实的勤劳打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